臨時新聞 台北報導 這幾個年輕人 打扮作土地公 土地婆 笑得又碰到 牛肉泡麵 他不是在拍戲 你是來討餐 他都是國民黨新北市議員參選人 挑戰前來民進黨主席的蔡英文 所謂的這棟大樓 靠西蔡英文不是在地人 又拿不出真正的牛肉 感覺上 好像小英主席是想要選 2012年的總統 所以我們希望說 小英主席 既然你決定要選新北市市長 應該拿出決心來 應該要清跑基層 到底牛肉在哪裡 因為連我們要選議員 我們都已經把牛肉端出來了 可是我們很好奇的是 小英主席什麼時候 才將他的牛肉端出來呢 國民黨的新郎要出頭 老金黨到蔡英文的選項 立軍的市議員參選人說 他們合不到對象 他們如果去抗議這個周習偉 可以讓人家覺得說 這些國民黨的新生代 年輕人 願意檢討 願意反省 跟這些永不認錯的老國民黨 剛好做個區別 這樣子這個犯人的選民 會更支持他們這些 政治家族的第二代 所以他們抗議的對象 我不要搞錯了 真正的不是土地公 不是土地婆 是他們的朱立倫 沒有端出牛肉 也是朱立倫 有年輕人 不能自己拿著 說自己的腳 他聽到結束 去別人家打開 就是 哪有市議員的選項 立來我 新北市的選項 除了蔡英文和朱立倫 兩個主幹 佩格也太出頭 因新聞 綜合報導 小燈姐 請各位皇親繼續巡迴 請客 請客 請客